请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各位善知事 妙法联法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评 上次讲到重颂的 颂初翻单的文字当中 第六追颂第四刀杖难 就是获召亡难苦 临行御寿中 念碧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上次是讲到这里 这个刀寻断断坏 这类的实际的这个正念感应 有很多 再说一个 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的南北朝时代 刘宋 南朝的刘宋 刘宋时代有一个出家人 名字叫做慧活 智慧的慧 和和的活 他没出家之前 是一位阿兵哥当兵的 他在部队里面 以现代话来说 他是做特务的 就是专打探对方敌人的消息 因此啊 这个危险性是很高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南北对峙啊 就在打探的时候啊 被抓了 抓到这个间点了 那么被抓去啊 当然就关起来 也批驾待锁了 经过审问事实之后就要 要斩了 要杀头 而他在家的时候 就是独姓观世音木山 专念普门品啊 当然那个时候 只有一条路啊 其他没有路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 一天到晚就是专持念观音经 就是现在的普门品 等到时间到了要斩的时候啊 这个敌人的刀 往他的脖子挥下去斩他 刀还没有到他的脖子啊 就断掉了 那么第一把刀断了 换了一把刀来 第二把刀斩下去也断了 连三次都断了 这个 对方敌人看这种情况啊 他害怕了 他没有见过这种人 脖子比铁还要硬啊 斩不到 而且刀会自然断 断得很离奇 因此就问他 你在做什么功夫啊 他说我没有 那没有 为什么你的脖子 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他说我只念观音经 哦 观音经那么好啊 叫他背念一遍 听过之后啊 就放他 放他走了 那么放他走了 当然就是 留到一条命啊 那么从此之后 他这个命捡到了 就跑去出家了 出家的法名啊 就叫做会活 后来成为一个老修行啊 虽然没有成为一代祖师 但他的修行功夫 是在当时闻名的 呃 这是刀行断断坏 呃 上次没有说这个故事 现在加以补充 这个故事出在法院株林 呃 呃 在重送里面排在第七 呃 追前 所送 所说的 好 然后才送 所以叫做追送 呃 呃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手 手疗 脚铐 呃 都被锁起来 呃 简细其身 那么如果能够专念关系 不上 呃 自然 这个枷锁啊 都会脱离的 这一类的事实证明啊 在感应记里面有很多的记载 呃 呃 这个也是刘宋 刘宋时代啊 有一个姓韩的 韩 韩国的韩南 呃 姓韩的名字叫做辉 辉啊 是那个安辉那个辉 呃 安辉神的那个辉字 呃 姓韩明慧 这个人呢 他在当时是做官的 呃 很有地位 呃 但是因为当时 南北对事啊 呃 也在战争中 被对方抓去了 呃 呃 一直读读宋普门评念了好几百遍了 呃 那一看看自己的脚啊 一看看自己的脚啊 那那个架锁已经开了 呃 但是当时当时他也不敢走啊 但是当时他也不敢走啊 因为在监牢里面也走也走不掉啊 呃 那么因此就告诉这个看监狱的人啊 呃 那么看见的人一看这种情形也觉得很奇怪了 但是他有责任啊 呃 不能就这样放就放掉 呃 他又把他把这个锁打开啊 重新再把他加上 在所上 在所上 他继续在念经啊 呃 再过一天的时候照样又开了 呃 那么第二次又开了 那么第二次情况也是一样 开的时候声音很响 呃 那么打开之后啊 他觉得这个很奇怪了 那么这个手键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啊 也被那个声音啊 这个吓了一跳啊 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这个 呃 这个掌剑的官啊 呃 把这个实际情况跟他说 那么然后他来看看 看这种实际情形 同时也问问他 呃 那么结果他并没有什么罪过呀 而且是个呃 学佛的人 因此就放他了 呃 那么 呃 写这个感应记的人呢 在他写的时候他至今尚在 勤业俗志 最后有这两句话 他写这一篇感应记的时候 这个人还在 呃 他努力精进修持的功夫更精进 虽然是在家了 他非常的用功精进 那么就是有经过这么一次感应之后啊 他更精进了 呃 那么这个这个感应记是出在明祥记 明祥记 法院株林也超进去 呃 当然 法院株林的作者是唐朝的道士法师 不可能在这个法院株林的作者那个时候 呃 还在吧 呃 呃 如果真的还在的话 那年龄就必定很高了 呃 他这个到了他写感应记的时候还在 不过这个感应记是出在明祥记的 呃 著作明祥记的人比这个呃 呃 呃 法院株林要早得多了 呃 所以 写那个感应记的 写明祥记的人呢 说这个人当时他还在 而且还见到 所以这个感应是千真万学 那么 这类的感应 呃 很多啊 比较 特殊的 呃 唐朝 有个姓董的 董熊啊 呃 呃 有些感应记也有记载 这个董熊 是个在唐朝做大官的 呃 因为在正观年间以后啊 呃 唐朝 发生一件 这个 李仙童 做乱的事情 李仙童 呃 那李仙童之乱呢 呃 这个 董熊也被连累了 也被连累 呃 同时一些做官的 有十几个人 通通都下监狱了 通通都批家带手了 当时有一个李静玄 呃 呃 那么 还有一位王兴 王兴 呃 呃 这两个人都是同样做官的 都被连累 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 呃 呃 那么 这个董熊是学佛的 所以他就是 啊 把心静下来专念浦门瓶 在监牢里面呢 念了三千几遍 念 只念浦门瓶 念了三千几遍 呃 那么 因为念得很累了 有一天半夜啊 大家都在监牢里面都 批家带手的睡着了 这个董熊正在好睡的时候啊 那个李静元呢 也叫做李静玄 这个李静元 他似睡飞睡 没有完全睡 突然之间醒来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两只百合 百合 嗯 鸟啊 百合飞进监牢里面来 而有一只啊 就飞进他那个董熊的地方 呃 在上边 呃 过来一会儿啊 这个百合跳下来了 跳下在这个董熊的脚边 跳下在董熊脚边的时候啊 这个李静元看到 突然之间这个百合变成一个百衣人 全身穿百衣服的很美的这个女性 他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监牢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他正在用心看的时候不见了 不见了 发了一声很响的声音啊 那么往前一看了 董熊的夹锁整个都掉了 还连这个呃 脖子的夹也掉了 呃 掉下来最奇怪的 这种情况最奇怪的就是 他这个无论就是家是说还是原样 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 尤其这个脖子上的那个木板呢 那个家 脱下来还是挂住这个罪器 呃 那么当时他看到这种情况啊 呃 一会儿这个董熊也睡醒了 发现自己身体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了 呃 那么这个李静元就问他你有什么梦吗 他说没有 我也不知道 他就把这个经过情况跟他说了 呃 那么他继续在念 呃 那么不久之后啊 还有个王兴 王兴也在念菩萨 他是专念观世音菩萨 呃 也念八大菩萨 就是药师经里面的八大菩萨 也开了 呃 那么结果他们都开了 呃 呃 看见的人呢 就把这个事情报上去 呃 来细细调查 他们都没有什么过错 都放出去了 都得写透 呃 这个李静元这个人 会看到这种情况的特殊情况啊 这个人不信佛 不信佛 呃 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啊 呃 那么当时看到这个实际董雄的情况啊 哈哈 他无体透地了 哦 才知道佛是大圣人 呃 把这个十几个人连累的整个都放出来了 这个十几个人连累的整个都放出来了 那么李静元也得到他的恩书啊 也放出来了 所以从此之后啊 他对佛法至极的信心啊 呃 再也不敢说是福神啊 呃 那么像这一类的这个 加索脱离的这种情况啊 呃 在古代的这个感应记里面是很多的 刚才讲的这些感应呢 都记载在这个法院驻灵 呃 那么法院驻灵第27卷的感应那一段啊 有关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啊 有大概有七八 呃 七八种之多 呃 那么我现在只是说出有关这个 加索难的这几种啊 给诸位做参考 好 那么还有这个高山传里面也有很多这类故事的 唐朝道玄律师所住的高山传 呃 里面有一位叫做道吉的出现人 施道吉 呃 他原来是住在这个寿阳山 呃 那么被贼子土匪啊 被土匪抓了 抓到之后啊 就把他绑在寿上 把他的全身的东西啊 金宝啊都抢光了 那么人把他绑在寿上啊 呃 呃 疲劳命的念观世音菩萨 读圣府门平 呃 如果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 世人的写托的这个事实 啊 那么关于里面喊的意义啊 啊 那么在前面长文里面已经讲过 就不必再再讲了 就是灌灌说了啊 用周灌的方式灌这个家所啊 啊 那么周灌灌这个家所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恩爱所了啊 啊 那么这些在前面讲过就不必再讲不要重复啊 啊 第八 那家宋祝祖毒药呢 呃 这个叫做家宋啊 前面长文没有 这是补送 呃 在这里从宋里补上去增压的 所以叫做家宋 呃 那么十二个这个初番宋里面这是第八 经文 祝祖猪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着于本人 呃 这些宋 华严经 呃 善才同志所参的观世牧萨 呃 呃 他自己说的宋里面也有 呃 前面的呃 呃 造王难苦跟这个枷锁呢 两种合并为一种 呃 他原来的宋是 或造老玉所尽系 牛羽 修指 欲焉家 若能至心称我名 一切诸苦皆消灭 呃 呃 呃 不过他这里面有还酌于本人 祝 祝 念恶祝 呃 呃 念恶祝可以救死人 呃 要你活就要就活 要你死就死 有这么这么厉害的咒 呃 呃 我从前看过一部西藏的 这个 呃 关于西藏 修密的那一种的书啊 呃 呃 有一位修密的秘行者 呃 他为了要报仇 呃 因为他的家人呢 都被人杀害了 呃 那么因此 他要报这个 杀害他的亲人的那个仇人呢 呃 呃 他就去学这个 持咒 学那个恶咒 呃 呃 呃 学那个咒是很辛苦的 才闭关 呃 他那个闭关呢 只是一个 呃 泥土去做的那个房子 呃 呃 只有一个洞洞可以进去 进去之后就不准出来了 呃 呃 那么只有一个小洞洞可以通空气 呃 呃 在里面呢 学习这个持咒 呃 时间最长的120天 最少的7749天 那么这个修密就要报呃 呃 抱怨的这个人呃 他在里面为了要报这个呃 呃 报仇啊 平老命的学呃 呃 那么老师这个修密的这个 拉麦教堂呃 呃 叫他怎么样念 呃 他就好好的学 那么经过这个规定的时间 在官房里面下完功夫之后啊 呃 到最后 他这个就学成了 呃 那么也可以达成他的本愿 这个时候他一持咒的时候啊 有三十多位的 穿上这个战甲的很高很大的金刚神出现 现在他的面前 呃 你要我来做什么呀 哦 他看这些人来在神仙前呢 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 要报怨的机会来了 啊 就把这个事实情况 跟这个啊 金刚神说 我 呃 我的家人 什么什么 遭到 呃 对方某某人 他把我杀害 呃 三十一个星 拿来给他看 啊 给他看 我都拿到了 啊 达成你的目的了 都拿到了 哦 可怕 后来一查呢 就是他念着这个 呃 神把心拿到他的面前的那个时间的同时啊 就是他那个冤家 呃 正在做办喜事 大家都在吃喜事喝酒吃饭的时候 突然之间三十一个人运倒了 呃 运倒倒在地面地下 通通都呃 心流血了 流血 呃 看人是好好的 突然之间都流血死了 后来就变成悉恐流血 呃 死掉了 那么这就是他念欧洲啊 很严重 要人死就要人死 有这种情况 呃 现在比较没有听说了 这种欧洲 我看是不会传得太久的 真的继续传下去的话 真是不得了 呃 那么所以这个就走猪独妖 这个念欧洲伤害人啊 虽然不至于严重生命危险 要伤害人的是有可能 呃 我在呃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也经常听到这类故事 现在比较少了 呃 比较没有听到 那么从前我还在十多岁的时候啊 有听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在台湾也有这种人 不过不会伤害人的生命啊 呃 都死对方啊 变成狂烂 呃 狂乱的那不那种毛病 那么 据说 呃 深山里面住的人 有这么 呃 很厉害的咒 呃 不过这个我是听说 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听说的 呃 那么 是不是有这个事实 后来是没有没有听过 不得儿子啊 这就是助走那个欧洲啊 很厉害 毒药 这个不用说了 毒药大家都知道了 呃 如果用毒药伤害人 这个 因为是毒吗 你是个肉体的身体啊 当然是 不会被毒害的 所欲害身者 凡是有 去预示对方的期望 要伤害 这个人 呃 要伤害你的身份 呃 身体 那么 如果会被遭到伤害的人 能念观世目三 念必观音力 呃 如果是助或者是毒药 翻过来啊 要伤害到他的本人 凡着以本人这一句话 有人看起来就都不太了解 不要说是后人啊 宋朝的苏东波呀 呃 他学佛呀 苏东波他看普门评这一句话呀 他就叫他不打头当 哈哈 他就说 凡着以本人 呃 菩萨大慈大悲啊 大慈大悲 怎么可以就是救了这个人 伤害了对方嘛 呃 伤害了这个呃 念恶咒的人 好像是慈悲不够啊 那么意思 凡着以本人不太好吧 呃 那么意思 苏东波就把他改 他改怎么写定 两家聚没四 哈 两边都没四 呃 啊 就是 被害的人也不会被伤害 要伤害的人也不会反着以本人 两家都没四 这样不是很慈悲吗 很很好吗 可是 偶尼大师明朝末的偶尼大师啊 他就这个话 已经会议里面 解到这里啊 他就说 呃 苏东波呀 他过度的慈悲 他不了解 啊 佛法里面 有 知福 摄受 两门的 度众生的方法 呃 该慈悲摄受的 用慈悲摄受他 啊 该以伪的 降福的 要 折 折护他的 就该要折护他 凡着一本人呢 一方面表现折护的用意 使他降福 一方面呢 是自然现象 啊 你要用恶助伤害对方 伤害不到对方 就要伤害到自己 啊 害人中害己嘛 这个很显明的事实啊 那么 这有事实证明的 我们佛经里面有一部经 叫做比喻经 啊 旧杂比喻经里面呢 他就有这种的故事记载啊 经名就叫做比喻经啊 比喻经里面呢 有这一则故事啊 有一个种田的人 在印度啊 有个种田的人 啊 他平常是供养 后边山上有一个婆罗门的修行的人 婆罗门教徒 这婆罗门教徒啊 他是也会持咒的 当然也有善咒欧洲 啊 那么平常是都供养他 后来这个种田的 种田的人啊 年纪大了 老了 老了 记忆力就差了 有一天 这个 他所供养的婆罗门啊 下山来 问这个种田的人啊 他说 我可可 我山上没水 你给我水吧 啊 这个种田人答应了 答应了 但是因为他健忘啊 啊 在前面答应了这个 他所供养的婆罗门之后啊 他从后边呢 他忘掉了 忘掉又跑到山上去工作了 跑到山上去工作 这个婆罗门在前面等了很久 没有看见人 也没有给他水 啊 那么后来也找人也找不到 他一气之下呀 他回到他自己的山上住的地方啊 你这样子啊 啊 对不起我 我要你水 也不是什么东西 你没有给我水 我今天要你死 啊 因此 晚上 那个婆罗门呢 就用这个起尸鬼 起尸鬼 我们这边是没有这种情况 他那边那个古代的起尸鬼也是很严重的 什么叫做起尸鬼啊 印度有野状 野状懂不懂啊 人死掉丢在这个森林里面 啊 就灵状啊 没有人的地方 在这个山林里面 把这个死尸丢在这个森林里面 啊 刚死的人丢在这个林 山林里面啊 所谓寒林啊 他这个念起尸鬼咒的人啊 专利用这个刚死的人 刚刚死掉 身体还好 啊 只是死掉而已 身体还好 丢在这个森林里 他就念肉 把这个刚死掉的死尸找来 找来 啊 那么他就拿一把刀给他 这个死尸那个时候会走路的 啊 都会跟活人一样会走动 啊 只是他有一种特殊情况啊 他走起来跟人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的眼睛直射 眼睛是不会 不会动 直射 还有一种他的全身呢 僵硬的 他转弯都是僵硬的 全身都是僵硬 那个脚也是僵硬的 直直的走 啊 他不会这样提起来的 啊 但是他会走 会走动 那么来到这个伯罗门念起尸咒的人的面前呢 他就跟他说 山底下的某某人 啊 他对不起我 我有杀他 我这个刀子给你 你把他杀掉 啊 那么这个起尸鬼 拿着刀啊 就往这个仲田家去啊 啊 要要半夜要设他 但这个仲田人平常是信佛的 他是归三宝的 持五戒的 啊 他不但是供养这个婆罗门呢 帮助他呀 他只是帮助他的这个生活 也不是说是归于他的 因为他本来是学佛的 另外他又供养一位 阿罗汉 比丘啊 证阿罗汉果的 那么这个阿罗汉呢 那一天 知道这个 婆罗门要用起尸的鬼来害他 那天傍晚的时候啊 这个阿罗汉就到他的氏族 就是这个仲田人家里来 他说你早上不小心啊 呃 答应了人家的公 这个水呀 你没给人 呃 那么你今天呢 晚上也特别小心 那我要怎么做啊 他没有跟他说什么事 他说你今天晚上 天一合一开始哈 你要好好的念三自归 呃 归佛 归法归生 念三自归 还呀 还有要念这个所持的戒 念戒 呃 念佛念法 念神念戒 呃 尤其念佛的心不能断 你不能停止念佛 你今天晚上要念到天亮 不要停 呃 同时你心里要发慈悲心 怜悯一些众生苦恼 发慈悲心 呃 你发慈悲心 呃 念三自归 念佛 呃 还念戒 呃 好好的 天快亮了 找不到啊 呃 这个鬼就会生气啊 骑士鬼会生气啊 你叫我杀 我找不到人啊 那回头他就杀这个 叫他杀的人 那他就回到山上去 回到山上去 杀那个婆罗门 呃 呃 那么以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 凡着一本人 是当时印度婆罗门 呃 那一种的 启示咒的 欧著的事实 呃 这自然要凡着一本人的 呃 呃 并不是说菩萨呀 呃 要伤害这个呃 呃 念欧著的人 呃 呃 那么这个凡着一本人 是很实在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呃 呃 这个 呃 菩萨不慈悲 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这就是所谓凡着一本人 用毒伤害 毒药 毒药伤害 这个情况也很很普遍啊 呃 在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 都碰到很多的情况 呃 呃 例如 出租大摩祖师 到中国来 就被人用下毒伤害过 不晓得多少次 呃 但是毒到他手里 他吃下去都没事 都没事 呃 呃 很平安 呃 因为他是个得道的人 呃 呃 修持正果的人 当然是不会有事 那么就是普通人 只要你努力精进持练关税 呃 除了严重的定业之外 应当也会没死的 呃 这就是第八 呃 呃 华元经的句送是 或被毒龙诸鬼众 一切愿不夺其心 若能自成称称我名 乃至梦中皆不见 呃 不敢害 呃 呃 对方都不会伤害到这个人 呃 呃 那么这个鬼呢 在前面长文讲过了 现在也不必须说 呃 呃 这些都是鬼 所以天台家说 十法界里面 一法界具备十法界 我们人法界里面 也有佛法界 也有菩萨法界 这个不用说 也有鬼法界 呃 把这个鬼赶走 呃 不要让这个鬼心鬼死 鬼鬼祟祟啊 鬼头鬼脑 跑到你的心里面来 都要把他管赶出去 呃 你也关心不上 光明正大 呃 就是无垢清金光 呃 废日破诸案 在后边 呃 这个是第九 呃 追诵第五 鬼难 第十 加诵恶受难 跟第十一 加诵舌劫难 这两个诵呢 都是增加的 前面长文里面没有 呃 是补诵 所以叫做加诵 呃 经文说 若恶受围绕 利亚早可不 念必观音力 即走无边方 完舌及福节 这是第十一 呃 灵必观音力 心生自毁去 前面讲二手 后边讲毒蛇 毒是会伤害众生的 这个出生到的 这个凶欧的动物类 嗯 那么这两诵啊 在《华言经》里面的 据诵说 《祸在森林险难处》 《愿则蒙受欲伤残》 《若能自心称我名》 《恶心自心无能害》 《华言经》 是把两种合并起来为一手送 嗯 《恶兽》 是什么呢 在大陆 有 虎 狼 嗯 山上的野兽很多 嗯 台湾虽然没有虎啊 嗯 从前在深山里面也有熊啊 狗熊之类啊 嗯 现在可能是很少了 嗯 我记得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听到这个到深山里面工作的人啊 都说经常会看到这个熊类 很可怕的 嗯 它都会伤害人 嗯 碰到的时候啊 都有生命危险 那是恶兽 嗯 那么这个很多恶兽 腐豹 骰狼之类围绕在你的身边 要伤害你 利牙 哦 这个恶兽的牙齿很利啊 嗯 吃肉的瘦肋啊 牙齿都尖尖的 尖尖尖尖的 你看狗牙 狗的牙 嗯 腐牙 都是尖的 嗯 它吃肉的 是尖的 如果这个牙齿是平的 平齿啊 你看这个牛的牙齿 平的 厚 平 这种牙齿是吃素的 吃菜的 嗯 所以我们人的牙齿啊 平的牙齿比较多啊 你算一下你嘴里的牙齿 这个平的厚的牙齿有多少 是不是比较多 只有眉牙两只比较坚一点 哦 里面的都是平的厚的 这都是吃素的啊 人本来应当要吃素啊 他吃素菜的 因为我们人类的牙齿本来是吃素的 嗯 当然他喜欢吃肉的人 他不相信这一套了 哦 哦 那么也说你吃素人 吃素人 吃素人 没关系啦 我吃素人 吃素人 吃素人 牙齿很厉 哦 扫 抓着 嗯 这个狡猾 这个扎得很利 嗯 因为他这个指甲都没有人替他剪嘛 哦 都尖尖的 很可怕的 一抓 很严重 哦 口不 这些恶数 这些恶数很可怕的 如果你能念观世音木叉 急走无边方 那些恶数 他就会离开你 不会伤害你 这有事实证明 啊 明朝 明朝末 啊 大陆有个地方啊 有一个烧木炭的人 烧木炭的 小炭 哦 现在恐怕很难看到烧木炭 哦 我们从前他在 呃 台湾也有山 山上有很多烧木炭的 哦 呃 这个烧木炭的人 是住在这个 福建 福建省啊 名人啊 哦 福建省的人 呃 他姓雷 天上打雷的雷啊 姓雷 叫做雷法镇 哦 他在山上烧木炭 当然他这个 都找这个山上的木头来烧啊 哦 有一天他捡这个木头的时候啊 买木头买下来要烧炭的 里面夹了一个很好的木头 那个木头名字叫做鸭栏木 这种鸭栏木啊 很硬 又香 呃 可以做雕塑用 呃 因此他发现这个鸭栏木啊 因为他也是学佛的啦 不过 不很认真啊 因为他工作量很多嘛 呃 那么看到这个鸭栏木啊 诶 这个不能烧掉 这个太好了 呃 很高贵的木头 呃 他还留起来 留起来做什么呀 呃 我家里 呃 要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还没有雕塑 这块木头正好 可以雕塑观世音菩萨像 就把这个鸭栏木带回去 放在家里 呃 靠在这个墙壁上 呃 那么还没有雕塑 就是打算要 请人雕塑这个观世音菩萨像 来供养 有这个心 可是还没有做 呃 那么 有一天他在山上啊 正在找木材 搬木材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森林里面 跑出一只 一只大老虎来 大老虎来 张牙舞爪 舞爪子要来 伤害他 呃 这个时候已经是千金一法 很危险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有一个 看到一个 呃 很丑陋的女人啊 跑到前面来 哇 那个老虎啊 大声一喝 呃 大声一喝呀 就把这个老虎 呃 停下来了 老虎停下来 就不会伤害这个 呃 烧炭的姓雷的人啊 呃 停下来之后 这个妇人 望这个老虎啊 再把她 喝着一顿啊 你怎么随便 让人啊 呃 这个老虎很奇怪啊 望这个妇人 望这个女人啊 五体头地就拜了 拜了之后啊 翻身就走了 走了 那么他就救到这个 烧炭的 向姓雷的人的命啊 呃 那么这个救命恩人啊 非同小伙了 那么随时这个姓雷的烧炭的人啊 就问这个 这个救她的这个女人 呃 你是哪一位啊 这么好心突然之间现前救我啊 这个人当面就跟他说 我是你家亚兰木耶 我就是领导的亚兰木 啊 这个时候他才想到 哦 亚兰木 我家里我准备要雕塑 关西摩萨塔还没雕塑 哦 难怪这个木头外表是不好看啊 丑陋啊 哦 不好看 这个时候现前来救他 他动念 只是想要雕塑关西摩萨像来供养 还没有做呢 还没有做 菩萨就现前来救他啊 啊 所以挤走无边方 啊 这个 老虎就走掉了 啊 那么因此他就得救了 啊 他感动的 五体头地流下眼泪 他这个话一说完之后 那个人就不见了 他知道 他家里的亚兰木 他目标就是 本来就是要做 雕塑关西摩萨供养吗 他知道这是关西摩萨救他 所以赶快回去啊 就呃 请这个公家来 把这个亚兰木啊 雕塑一尊小小的关西摩萨像 呃 供在自己的家庭的中堂礼仪 呃 从此之后 天天 早晚 早上 起来 呃 念观西摩萨 礼拜 上香 晚上回来 呃 他经文是念笔 观音笔 观音笔 急走无边方 要念观西摩萨才得救啊 才能够得到免难 可是这个人根本那个时候没有念 呃 他只动念想要雕塑一尊观西摩萨向来供养 呃 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呃 可是菩萨不会忘掉 你就可以知道 观西摩萨多慈悲啊 观西摩萨没有忘掉 呃 知道他有心要供养观西摩萨 只凭他这一念心 呃 菩萨就得救他 呃 呃 呃 使他免难 呃 呃 那么从此之后正掌他的道业 这就是所谓呃 呃 世界西坛 欢喜一 呃 也就是为人西坛 身善一 呃 呃 那么由他这一念善念 让他正掌 如果当时菩萨不现前救他的话 他那个亚揽木雕塑观西摩萨的机会就不会成就 甚至有生命危险 那么从此他正掌他的道业成就就很大了 这就是欧塑现前的时候 假如你能念观西摩萨也能免难的 呃 这是第十 第十一的佳颂舍解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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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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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